警察都已经抵达失控场面了 没有想到却是冷处理 逃云一出路口 昨天深夜有一群恶煞猛杂气机车 被吓醒的居民当时就看见了 还有人在里头是被包围在体栏杆边的 民众就批评警方 姗姗来迟就算了 到复的人当下看到远景来 纷纷回到自己的车上 没有想到远景居然也没有上前盘查 还让这群人搭着车子逃之夭夭 民众就质疑警方办事独立 根本是想冷处理 深夜11点多 一群恶煞围堵一辆轿车 大声咆哮 谩骂声音吵醒附近民众 民众出来查看 这群恶煞已经拿起棍棒伺候 往车子一阵猛砸 旁边还有人被包围在铁蓝边 目击民众发觉事态严重 赶紧报警处理 眼看事件就要落幕了 这个时候斗殴群众突然鸟受散 原来是警方到场 围欧群众看到警方全部跑上了在一旁的两部轿车 但是警方没有积极盘查 让嫌犯逃之夭夭 民众质疑警察不够积极 警方表示这群人是因为朋友情绪失控才会聚集 没有斗殴情况 但由于影响附近住户的安宁 警方最后将人群盘查后 请家属带回 依法处置 记者林朱强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